比如说穿越时空回到古代 影响既想塑造什么样的女孩 我呢比较喜欢一个平安的 平安的就是客栈的 吃饭的人 心刷刷起刷刷 心刷刷 心刷刷起刷刷 心刷刷起刷刷 心刷刷 心刷刷起刷刷 1 2 3 4 2 3 4 1 3 4 地番的就是客栈吃饭的人 小凯现在还算少年吗 我算 严老师您同意吗 不敢突然同意 今天我们是以少年作为主题 小凯现在还算少年吗 我算 我们永远都有少年行刷 只要你心中 永远有着那份青春的骄傲 永远都是少年 看严维维老师站在舞台上 放声歌唱的时候 他就是一位少年 杨老师您同意吗 不敢自然同意 哈哈 你还可以去签名吗 签名吗 好 看你签名 我心里没认不出来 我的故事其实比较的简单 因为我小时候 其实我没有想过会走上这条路嘛 但是我们当时学校里就是星探 就是来学校 我当时记得我是六年级还是五年级 我忘记了 当时就选了一批人 然后他们就是去办了一个 东令营接受老师的教学合体 去排练了一场演出 然后所有的小学生 不是不能说小学生 所有的学员就在那个舞台上表演之后呢 那个公司就会挑一些 他们觉得有潜力的 或者说他们觉得这次演出 他们能够看到希望的一些 去当做他们公司的试训生 试训三个月之后才会变成练习生 因为当时其实前进也不好嘛 然后我们当时有很多公司的练习生 都退出了 我也没有想过退出这个事情 是因为我平时比较好玩 我如果不训练 我就每天都不在家呆着 所以那个时候爸妈就为了 利用好这个时间 所以让我经常去 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去公司训练 那这么坚持下来呢 就会看到一些希望 然后出道了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坚持吧 然后就是相信自己做的事情 我还是说什么一个超级人员 很好的一个女生 最好与新加坡 我是从新加坡来的 新加坡 所以在看坡的人坚持下 能量起来真正很不容易 就是大家记得你 从长每一部 我们一年每一夜的业绩 所以它是需要强大的心理 跟力量 能帮助自己 获得他也继续向前 给小盖 我很久没有表演过了 我很久没有表演过了 我大概是从 8月份之后 我就没有表演过了 对 影声会的时候 8月初 就那之后 就是在拍戏啊 就一直没表演过了 想念 拍戏 拍戏的途中 其实不太想念 拍完戏之后 就看到一些 那些 演唱会的一些视频 就想